最近整个加密市场充满了各种利空的消息 这一波是不是一个右空 现在的位置是不是一个底部 是吧 很多人都是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这一波的话不是右空 那么这一波价格走势会怎么样 如果你对这次话题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订阅狼眼的频道 狼眼的频道是专具于比特币行情分析 以及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 如果你对价格非常敏感 那么欢迎订阅狼眼频道 或者是点击我的简介栏这里 直接是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一个免费 一个电报的一个联系 然后进入我们社群 好我们今天的话 回到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恐慌摊子2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在上周过去的一个时间 你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价格的话 表现出一些负的一个情况 说明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面表现的不太良好 那现在的话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投资工具 两年的一个MA的一个承入指标 这个指标的话意味着在哪里买 它会产生巨大的回报 是吧 在马里卖是产生巨大的一个收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前2015年那一波牛市的时候 它对到到达1000多美金之后 快速进行回调到一个300多美金 那么这片区域的话 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挖地 你在这个位置买入随便买入之后 那么上涨到牛市的一个顶峰的话 你差不多有接近于七八倍的一个收益 是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 2019年2018年那一波抄底 在这个位置抄底 也是在5000美金附近抄底 到这个牛市一个顶端的话 这一波的话 差不多有10倍的一个收益 那么现在的话 也是进入这个价格的一个挖地 这一片区域 是吧 非常蓝的 非常绿的这一片的区域 你可以去看到 这一片的话 都是进入一个价格挖地 而且能以为的话 这一波的话 它是不断是在一个 触底的一个过程当中的 那么现在的一个价格 就是非常相像 可以说 现在市场上充满了 各种的一个要控的消息 可能就是让你抛掉手里面的筹码 一不小心 可能它就冲上去了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 之前的一个行情 在上一波牛市的一个 上一波的一个 2017年这一波 它下跌到下方的位置之后 快速进行反弹 反弹之后 反弹到这片区域 然后继续震到 继续震回 在二次进行一个探底的过程 这个位置 它二次进行一个探底 差不多接近一个底部 随后它慢慢的进行一个震荡向上 继续形成一个上涨的通道 忽然有一天 它突破了上方的颈线 这个颈线 突破以后 这一段的话 它就是一个开始去拉盘的一个时候 随后开启一波的一个 狂暴大牛 狂暴牛市 这一波狂暴小牛 去开启一波的一个反弹 去突破这个曲线 那目前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点像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一个价格 是在这个位置 它跌到下方的位置之后 就触碰到下方的位置之后 那么快速去这个位置去反凑 那么如果它反凑一波之后 反凑到一半八 又继续回调到新低 可能没有去跌破之前 一万五万五千多 那么它可能会开启一波狂暴小牛 这种行情 那么有点像 但是它如果它很快突破颈线 突破这片区域的颈线 一万八这个水平 那么它很可怜 大概率会开启一波狂暴的一个小牛市 那目前的话 市场中充满了各种要空的消息 是不是一个要空的一个现象 大家是值得去思考 如果现在不是要空的话 没有很多利好的消息的话 我认为它还是会向下跌 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 各种利空的消息 都是传了各种谣言 市场上各种什么交易所 各种崩盘的信息 虽然有崩盘 但是的话都是那些小型的三大交易所进行崩盘 那么前三大的一个交易所的话 崩盘的话 概率性还是比较小 但是像一种没有去露脸的一些交易所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 当然这个市场上 这个恐慌情绪正在蔓延 有很多人都卖掉自己手里面的币 然后去存到冷钱包 那么当大部分人提到冷钱包的时候 就是一个牛市开启的时候 因为的话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币流通了 它自然就会向上涨了 这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回到比特币的一个价格角色来看 它最近的行情发生了什么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那么打开四小时级别的情况 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价格角色的话 其实它这个位置的话 它形成了一波的一个上涨这个位置 这位置其实它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通道 这个位置 但它没有去跌破 如果它一直能够支撑得住 那我相信它的一个价格角色应该是不错了 那目前的话你看这个趋势的话 是被它四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形成了一波上涨的一个趋势 如果能够稳定的话 它应该会有一波不错的一个上涨 因为的话这个位置 说说话这个位置被突破 那么这个位置是在一个16000多美金的位置 突破以后那形成一波上涨 是吧 现在的话是有一波 但是上方的一个压制是在17100美金水平 它要去突破这个位置 才能够去完整的去突破 那么四小时级别的话 目前的话是一个不看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同日线级别来看一下它的整体一个趋势 同日线级别的话 之前这个图表来看的话 两点形成一线 它的一个价格通道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里面 如果是两点连成一线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上方的压制是在一个18600美金水平 但目前它来这个位置的话 还需要去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 才能去走出来 比如说它反弹到上方的位置 然后再快速进行回踩 二次去触碰一个 差不多底部这个位置 但是没有低波心地 然后再进行一个反转的一个航行 那么这种概率的话还是非常大 像之前一样 这种行情 它有这一位置震个 一旦开始下跌之后 它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 一到两个的时间 然后它再进行一波的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行情 到时候大家来都来不住了 是吧 来不及上车了 它的一个行情的话 像之前上波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开启的时候 你看这一位 这是直接是拉20% 这片区域 它来到这个位置 是直接震震震 它一根就拉上去了 直接是从这个位置 拉20% 直接是拉30% 直接拉上去一根 就一天的时间直接拉30% 那么就形成一波的一个小牛的一个启动 这一波 是吧 这一片 它震荡确实是在这个底部这里 震荡确实是有一段时间 你看这个位置 我们测量一下时间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它确实是震荡了有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这一波直接是冲高 启动一波的一个行情 启动一波行情 如果从现在算三个月的话 那么它也要等到明年的一个三月份 它正式的启动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拉盘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 它还是要在这个位置进行震荡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 从那天最低点的这个位置计算 11月8号 那么到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到二月份的时候 它可能会启动一波狂暴的一个小牛的一个情况 所以未来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场机会 如果能跌破新低最好 有更多的一个便宜的筹码可以去减 但是你挡得到吗 是吧 当然谁也不知道 这个底部到底在哪里 那因为的话 价格的话 都太纠结 反正你买进去是赚钱的是吧 这个价格买进去是赚钱的 而且的话超低指标的话 你看 这种价格挖地 你还不买进 你还挡什么机会 你挡到最低的位置 你买得到吗 是吧 大户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去买进的 而且很少也能够超到最佳的一个底部 只要我们把风险平摊了 把这个均价平摊了 那么接着来的话 交给时间 那么在几个月时间里面 你可能会翻倍是吧 你的资产可能会翻倍 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不要太担心 也不要太焦虑 不要太formal 很多人就很formal 要不要在这个位置买进 我还是要挡一挡 老师 是吧 很多人是这种心态 当然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 还没有把B提走的话 那么接着来 就是行情启动的时候 提B运动开始 我们 等待下一步的一个启动 好 我们现在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或者点击我评论区下方 直接去加我们的免费电报群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